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吗 这田地下哪有荡水的 没错 以前没有 现在有的 我是头一个 这 没问题 白大侠您要荡什么我们都照收 这回您要荡多少银子啊 这次不要银子也不要钱 这瓢水我就数两个人 他说他是要那耍猴的长大气和那姓周的丫头 正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人被你们无缘无故地抓起来 这次我也不为难你 就用这瓢水把他们两个给数出来 够客气了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 那个姓周的丫头还欠我们六十两银子呢 我存在你们柜台上的 少说也有两三万两银子 抵不過这六十两吗 你再这样啰嗦下去 就是我不发火恐怕这猴子 不要发火了 你 你你你 你也就算了 怎么连这猴子也欺负人呢 真是 老爷子 咱们开店做生意 讲究一个干净利落 你就少说两句 去 到后面去 吩咐他们放人 是 这 好啊你 你居然就这么把我的神仙水给泼了 什么神仙水啊 就是一般的井水我打一瓢去还给你 错了 这水你还不起 白大侠您先听我说啊 慢点 你先听我说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我这瓢水来得可不容易啊 它是蜡梅上的鸡血 柔和在花顶上的凝霜里 还有 头回的谷雨 再加上十滴清河上的沉默 这 再加上我白玉堂的 你胆口痛 所以我才叫他 神仙水 你就居然这么把他给我泼了 你告诉我 你拿什么还我啊 啊 这天地下 有这种东西吗 你简直 胡说八道 你怎么证明我是胡说八道啊 你又怎么敢说我是胡说八道呢 白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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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我那瓢神仙水啊 你们三个好好琢磨琢磨吧 等将来有一天 我来熟档的时候 看你们怎么办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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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遇上这样一个恶棍 你 你再来吧 我来说 你很想啊 我来说 我来说 就这样子 是哪一桩 梅念轩和袁澳宾的事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 由我白某人决定 请你不要再多嘴 既然如此 白兄您请坐 咱们不妨好好谈谈 跟你们谈无济于事 我要见袁澳宾 我要亲自跟他谈 他已经不在家了 他去了哪里 那个地方 白兄恐怕不方便去 皇宫大内我都照去不悟 我还真想不出什么地方我去不方便 他在哪里 那是一个男人的禁地 尼古庵 难道他出家了 目前还没有 不过 不过也许快了 那个尼古庵 在哪里 三流阵外半山上 菩提庵 师太 师主 这里是女霓门静修的佛门禁地 师主实在不便进去 请师主见谅 我听说有位姓袁的姑娘 尚未替度出家 应该可以见一面吧 阿弥陀佛 贫尼在袁姑娘刚来的时候 也曾说过 她应该是尘缘未良 还不到归一向佛的时候 可是她已经进修了四十八天 过了明天 她就可以正式替度出家了 那正好啊 在袁姑娘剃度之前 我见她一面 应该不算违背你们佛门清规吧 阿弥陀佛 袁姑娘已经进修了四十八天 可见她心意已决 师主 你就不要再来打搅她了 师主 凡事不要强求 您请回吧 那好吧 那再请教师太 请问袁姑娘正式替度 会在什么时候 过了明天 就是七七四十九天 要是替度的话 应该是在后天清晨 多谢相告 既然师太如此坚持 在下告辞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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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这菩提庵乃是佛门清修之地 在这庵里的全部都是女性 三晶半夜的 你一个年轻男子闯到这里来 究竟是想行窃打劫 还是想对师姑们图谋不轨 果然有须眉气概 果然名不虚传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是袁傲兵 目前是 不过后天之后 袁傲兵已将不在红尘世间了 你究竟是谁 白玉堂 名字很陌生 不是三流镇的人 从外地来的 不错 你半夜闯进来 到底想干什么 带你走 带我走 打算带我到什么地方 带你回三流镇 凭什么 凭我白玉堂三个字 如果我不肯呢 很简单啊 我不会和你再多费口舌 先把你打晕 然后扛你走 看你的模样 不像是坏人 好人坏人 不是从模样里面看出来的 怎么样 你是想跟我走 还是要我扛你走 或是我们大吵一架 把尼古安里所有的师姑 统统吵醒 让你现在就丢人现眼 让你出不了家 想皈依佛门也没门 信不信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一个人 谁 梅念轩 这个人我不认识 这个人 你嘴里说不认识 但心里边 不但认识 而且还念念不忘 我是一个即将出家 归于佛门的人 请你不要在我面前 胡言乱语 是谁胡言乱语了 你当真不认识梅念轩吗 你当真 把他给全忘了吗 难道连一丝一毫的牵挂 也没有吗 秦 你不要再说了 要我不说可以 那你现在就跟我走 我好不容易熬过了四十八天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现 苦苦逼我呢 因为你跟那个穷书生一样 都是想逃避 不敢面对现实的人 一个呢 想出家 皆以皈依之名 来逃避现实 一个想再三寻死 想以死亡 来逃避现实 你 你说什么 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了 可见 归依是假 割舍不掉心中那段 刻骨铭心的爱 才是真呢 那你怎么知道 梅念轩他自杀寻死 都是机缘巧合 他两次自杀都被我救下了 如果你真的关心他 不如跟我回三柳镇 好好劝劝他如何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我 没有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站在门口 为什么不进来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既温馨又残酷的地方 我实在迈不进去 你反悔了 一个即将剃度的人 却要我重回红尘 再续前缘 我 你们女人废话真多 你要想剃度改天我帮你剃度 你先进来再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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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一直昏睡到现在 所以他不可能爬起来寻死 你放心吧 听你讲话 真像个冷酷无情的人 多情的人麻烦就多了 你们两个就是最好的例子 坐在一起 我生活中的问题 没事 慢慢 Jane 就行了 妈 公屋 体家 看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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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服她不要再因为我寻死寻活的 到时候我还是要出家 出家有什么好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啊 因为这是我当今世上唯一可以走的路 屁话天下大路多得很哪条路走不好啊 前后会不会哭声 先阳一路走 这一些幸福之状态 是啊 是不是 我现在是阅雨时 就一直走到最上层的路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要紧的事 快开门 狗娘养的王八糕子 老子睡得正舒服的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别咋唬了 滚吧 快开门 再不开门 放火烧电了 开门 快 我看你这狗娘娘的存心给我郝老三过不去 我今天会修理修理人 快开门 快开门 开门哪 是你小子在叫门哪 没错 这三更半夜的打扰老子的好梦啊 你故意找麻烦的吧你 那倒不是 我有非常要紧的事 什么要紧的事啊 好 你现在说 说不出个名堂来 看我郝老三怎么修理你 我的五藏庙快闹翻了 所以想到你这店里找点吃的喝的 这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事 什么 你解这混蛋 本店老早就打烊了 老子睡得正熟呢 你这不是故意来找麻烦吗你 给老子滚 滚 痛啊 痛啊 你究竟干什么呀 方才我已经说过了 我就是想找点吃的喝的 可是一不小心 却被人给臭骂了一顿 半夜敲门 吵醒你的美梦 固然是我不对 但是你也不应该 张嘴就满口粗话骂人 你若是嘴巴再不干净 我就帮你轻轻嘴 大爷小的不敢了 我说你开口闭口就是自称老子 你以为你是谁 你多大的你 我问你 谁是老子 你 那谁是大爷 你 那谁的肚子饿了 还是你 那谁是王八糕子 你 不对 我是王八糕子 我是王八糕子 要说你是王八糕子 那个老王八一定嫌你这个个子太大 长得太丑 好了好了 不跟你废话 这厨房里可有吃的喝的 大厨师已经回家了 热炒肯定是没有了 只有一些冷菜了 那都有些什么 有 有炒花生 咸水毛豆 凉拌黄瓜 卤味花生牛肉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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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足够了 另外 可有酒 有 大三元自酿的三元吉地酒 远近驰名人人夸好啊 好 你把刚才你说的那些 鲁味花生牛肉 给我打个大纸包 另外 再来一谈三元吉地酒 还有 可有炊饼馒头 有啊 可惜是凉的 凉点没关系 通通给我拿过来 那好 大爷 您稍后啊 慢点 大爷 您还有什么吩咐啊 我可把话先说到前头 如果你为了刚才那件事报复我 在这菜里头 吐上来个吐吗 我可闻得出来啊 这个时候 我就一刀 割了你的舌头 小的万万不敢啊 大爷 去吧 大爷 菜全在这食盒里边 这坛三元吉地酒 有我好老三请客 算向您赔个不是 那倒不必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这事情过去就算了 这些一共多少钱 大爷真 说 我不喜欢别人说我白吃白喝 才不到半两银子 那好 那我就给你一两银子 另外半两 算是吵醒你的小费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小的真是愧不敢当啊 不过 你这一两银子啊 要到天下第二档去收 在他们柜上 还欠我几万两银子呢 难道 难道您就是 鼎鼎大名的 荡刀奉振的白玉堂 没错 这是永远无珠 永远不是泰山 活该我倒霉 活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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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总管一路辛苦了 朱老板正在书房等着您呢 请进吧 好 老朝奉请 请 沙河县泄牙总管之路 给老爷子请安 不敢当 不敢当 谁都知道您是县老爷面前的红人 咱们经常见面就不讲理数了 请 是 请 原来老爷子都准备好了 这些都是二先生点名要的 经嘲讽鉴定了以后 没有一件是赝品 是 我这儿拟定了一份清单 请大总管指教 指教不敢当 老爷子每次给二先生赠送的古董珍宝 二先生是无不满意 还要老奴当面向老爷子指线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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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啊 还是董大总管亲自压车 一来董镇山那有事 不在三六镇 二来 老夫也想拜见一下二先生 所以不如我这把老骨头亲自跑一趟 那就辛苦老爷子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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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大总管一切全部安置妥当了 好 事不宜迟 天就快亮了 趁天亮之前出发 是 老爷子 请上车 好 总管请 请 请 我这一走 要十天八天才能回来 三六镇的一切就拜托了 老爷尽管放心 请 来 来 来 好 好 我这一走 要十天八天才能回来 三六镇的一切就拜托了 老爷尽管放心 我这一走 我这一走 我就会摘 那边 十天安 我就会不会 还要带着 去 柯保 我这帅子 看了 小庄 我这位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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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对狗男女 咱们先说点正经事 我交代你办的事都办妥了吗 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已经交代给帐方说 以我的名义赚了一万两银子 都丰盛钱庄 用什么名义 我就说是二先生要用的 但是不能让老猪头知道 那庄园的事怎么样了 风铃园那片庄园 我已经以五千两银子把它盘下来了 那里的景色可是太美了 将来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双宿双飞 共度晚年 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对了 你配的药酒到底管不管用啊 那老猪头都喝了一年多了 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这是缓计急不得的 将来事发的时候 不能让五座验出它是中毒 而是它的干出了毛病 这样 我们两个才能丝毫不沾嫌疑 安全脱身呢 好吧好吧 反正啊全听你的 另外 儿子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呢 原家的姑娘精明能干 聪慧贤德 兼而有之 对咱们贵儿是最好的帮助 反正有那份契约在 我又把握过不了多久 她就是咱们贵儿的媳妇 不过我听说她好像失踪了 这话可靠吗 我让媒婆去打听过 好像说一个多月都不见人影 你说 会不会跟人家原总高飞了 好得了和尚 好不了妙 她还有双亲在 不过 为了稳妥起见 我明天还是去原家探一探 也好 你今天晚上真的不陪我了 当真不行了 咱们一言为定 明天晚上我一定陪你一道天亮 我再坐一会儿 也该去交代事情了 来 来 快趁热喝了吧 好 你别再哭了 你越是哭 我越是心乱如麻 你答应我 不要再有寻死的念头 这样的话 我才好安心地出家 难道你只有出家这条路吗 只要能够说服令尊令堂 我们可以悄悄地远走高飞啊 可是契约上写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远走高飞的话 就会连累到我的爹娘 可是 如果我出了家 他们就不会逼着一个道姑去嫁人 那我呢 今往未中 名落孙山 还是穷算一个 前途茫茫 如今 我又失去了你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一定要想得开 今年不中 还有明年 还有后年 只要你继续苦毒 敬而不舍 我想老天会开眼的 不过 就算不中武魁兽 起码也能中个进士吧 我已经心灰意冷 连书都赌不下去 怎么可能还会有明年 后年 所以说 还是死了算了 一了百了 可真有出息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我们一点都没有发觉 你们两个 一个跟累人似的 光顾着哭 一个心乱如麻 心事重重 甭说是我了 就算进来一群小偷 恐怕你们也毫无察觉 你不说风凉话 心里会不舒服是不是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看样子啊 不会有人招呼我喝酒吃菜了 今天下午我酒后师太 我向你道歉 有些恩仇啊 我白语堂是牙字必报的 至于你今天下午酒后师太 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倒也罢了 要是换了别人 恐怕早就 不过啊 你要道歉也行 你们两个坐下来 招呼酒食 陪我聊聊天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叫还魂酒 如果你喝一点 反而会更舒服些 联萱 我想如果你经常能和白大侠在一起的话 心情也许会开朗很多 听见了吗 但这问题是 我肯不肯让你跟着我 第二 你信不信得过我 承蒙两次救命之恩 梅念轩当然信得过 那就好 那袁姑娘呢 你信得过我白某人吗 那要看什么事了 如果说 关系到你们的婚姻大事 甚至 关于你们的未来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方才我听到你们两个讲到 契约二字 在此之前 我也听见别人提过契约 而且 是跟你有关 白大侠所谓的别人 是指何人 除了朱家 还能有谁 难道他们把秘密都告诉你了 朱家对我恨之入骨 怎会把这些秘密告诉我 不过你们两个要将事情的 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全都告诉我 或许 或许你能帮助我吧 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吗 既然你曾经救过他两次 算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想 也许 这次你能再救他一次 好吧 我去把事情的经过 全都告诉你 好极了 免得我做个闷葫芦 痛快 请说 事情 要从他进京 参加京市大考那天说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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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好